大家好,我是主播琪琪,欢迎大家来到大波琪娱乐频道,您的订阅是琪琪的动力源泉,不要忘记担机小铃铛,这样您就会及时收到琪琪的更新信息,谢谢大家。 说到郭碧婷和向左,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,他们从官宣恋情到结婚,都是在网友们的见证下完成的,如今的郭碧婷已经三五岁了,但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,依旧会撒娇。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两个人在为流浪动物做公益,忙活了一天,晚上的时候,向左也是带着郭碧婷大吃了一顿。 郭碧婷故意将自己吃了一半的凤梨递给向左,在放到向左的盘子后,郭碧婷也是非常贴心地问向左能不能吃凤梨,确认之后更是满眼的都是期待。 这个时候有谁注意到向左的反应呢?真爱一个人,是装不出来的。 向左也是表示是郭碧婷给的会非常的好吃,自己也是十分的愿意。 他们两个人在说这种话的时候,给人的感觉就是偶像剧一样,并没有什么很假的感觉,都是他们的真情实义,让人也是非常羡慕的。 谢谢您的观赏,如果您喜欢琪琪的大波琪娱乐频道,请您订阅吧,不要忘了单击小铃铛呀,这样您就可以及时收到大波琪娱乐的更新了,一定要记住,订阅琪琪呀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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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